高雄市呢有一个经营酒店的富商 他家里日前遭到的歹徒入侵 偷走了首饰名表损失超过两百万 后来警方查出来说这个主贤 根本就是这个富商自己的朋友啊 他就是趁着这个富商喝醉的时候呢 假装送富商回家 然后偷走人家门禁卡啊钥匙啊 再找了人家一起到房子里面来偷东西 富商后来知道说 这个小偷竟然是自己朋友啊 只能说是引狼入室 大楼监视器画面清楚拍到两名男子 一人戴着帽子口罩刻意将头压低 另一人也低着头紧跟在后 趁大楼外媒人直接进入屋内搭电梯 闯进被害人住处行窃 这起案子发生在今年五月 被害人住处 名表首饰现金被洗劫一空 损失超过两百万元 最气的是幕后主贤 居然是他的留性友人 他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这些损友 然后我们才就慢慢的追 原来被害人是高雄市一名知名的酒店大坑 在参讯时认识刘姓友人 酒过三旬醉倒 原以为当时有人好心送他 没想到对方早就不怀好意 这个都是在喝酒 都是在酒席之间这样子认识的啦 他也不晓得他朋友会帮他做这种事 他想说他朋友很好啊 怎么在他喝醉的时候会送他回家啊 结果他不晓得他朋友有恋怀一些目的啊 刘姓友人趁着被害人喝醉偷走门禁卡钥匙 两周后跟同伙闯进友人住处行窃 做案前后还刻意变装 想要躲开监视器 但最后还是难逃罚网 中天新闻王四五SNG小组高雄报道 最后还是一游 mono 真 deux сят 剪取